大家好,我是教育局特殊教育分部的同事 很高兴有机会能够为大家介绍香港融合教育的发展 值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措施 希望透过以下的讲解,让大家对融合教育有更全面的了解 政府采用双轨制,退行特殊教育 有较严重或多重残疾的学生 教育局为根据专业人士的评估和建议 在家长的同意下,转接他们入读特殊学校 以便接受加强支援服务 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则会入读普通学校 为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不同需要 教育局一直鼓励学校以全销参与的模式推行融合教育 今年,教育局更推出一系列的诱化措施 以加强学校照顾不同需要学生的能力 接下来,我会让大家介绍一下融合教育的发展概况 自1970年代,香港的教育政策是尽量协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 融入普通学校,好让他们能够与同龄儿童一起介绍适当的教育 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政府提供各样的支援服务 包括祈祷班、弱势班、弱听班、辅导教学服务、巡回辅导服务等 1997年,我们推出融合教育先导计划 推动全校参与模式融合教育 鼓励学校全校参与 接着课程、教学和评估调试 和建立共荣校园文化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2003、04学年,教育局推出深资助模式 向供应普通小学提供学习支援、津贴 为提升教师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专业能力 教育局由2007、08学年起 推出融合教育、教室专业发展架构 在架构下 教育局为教师提供有系统的培训课程 及基础、高级及专题课程 并订定了培训目标 2008、09学年 我们亦向供应普通中学发放学习机缘津贴 推动学校以全销参与模式 支援各类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 同年,我们开始推展校本教育心理服务 自2016、17学年 校本教育心理服务 已覆盖所有供应普通学校 教育局持续检视融合教育的推行 在有需要及可行的情况下 会推行加强措施 我们于2015、16学年 推行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 试验计划 并由2017、18学年 把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恒常化 在三年内 分阶段于每一所公营普通中、小学 增设一个学位教师教习 以便学校安排一位专责教师 担任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 由2019、20学年起 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融合教育诱化措施 包括把学习机缘津贴 推广至船岗公营普通学校 同时大幅增加第三层的个别津贴额 至第二层的个别津贴额的四倍 并按学生的需要 为学校提供职贤为 特殊教师需要支援老师的 长儿教师职位 与取入较多 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学校 提升统筹主任的职级 矿展诱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务 在取入较多 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学校 将教育心理学家 与学校的比例逐步提升 让校本教育心理学家 增加到访学校的入术 加强对学校的支援 退行加强校本言语治疗服务 分阶段在公营普通中小学 开设校本言语治疗师职位 让学校组成群组 聘请校本言语治疗师 加强支援有语帐的学生 以及向取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非华语学生的公营普通学校 提供有特殊教育需要 非华语学生津贴 诱化措施 让学校有更稳定的教师团队 可灵活运用的资源 及更充分的专业资源 以进一步提升 融合教育的成效 现实 普通学校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 主要分为九类 包括智力障碍 自闭症 注意力不足 过度活跃症 精神病 特殊学习困难 视觉障碍 听力障碍 肢体伤残 及言语障碍 推行融合教育的目的 是为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 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 帮助他们检现潜能 并促进不同持分者理解 接拉和尊重个别差异 甚至懂得欣赏差异 从而推动学生的个人成长 以及建构共融社会 面对学生的多样性 教师已不能用同一种的教学方法 来教导全班学生 也不能要求学生达到 话译的学习水平 为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学校需在文化、政策和措施 三方面互相配合 善用校内、外、资源 在不同层面 并透过各方面的调试和资源策略 照顾及切合学生不同的学习需要 帮助他们发展多元智能 同时亦要关顾学生的成长需要 协助不同报复及能力的学生 险接多元出路 我们的愿景是普通学校 能因应学生的个别差异 和特殊教育需要 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 把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工作 视为并纳入于日常教学和学生支援工作的一部分 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发展潜能 并促进全校师生互相赚重个别差异 共同缔造共融的校园 教育局鼓励普通学校 推行全校参与模式融合教育 秉持极角识别、极角支援、全校参与、加校合作 和跨界别协作五个基本原则 在文化、政策及措施三方面互相配合 并透过已成立的学生支援组 推动全校造支援 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我们推动学校采用三层支援模式 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在三层支援模式下 教师应根据现支援后评估的原则 按照学生的实际需要而提供支援 基本上,第一层支援是及早识别 并透过诱化课堂教学 及早照顾所有学生的不同学习及适应需要 包括有轻微或短暂学习 或适应困难的学生 第二层支援是安排额外支援 或提供增补、扑导 与有持续学习和适应困难的学生 例如小组学习、课号辅导和抽离式辅导 第三层支援是为有持续及严重学习 或适应困难的学生提供个别化的加强支援 包括订定个别学习计划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的相关资料 如特殊教育需要类别、支援安排等 如能适时转交他们就读的学校 可以帮助学校及早实习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 及曾接受的支援 从而审揭或盛化为他们提供的支援 加强成效 故此 教育局一直卸有机制 以协助学校在不同阶段转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资料的安排 包括由学前至小学、小学至中学、中小学间转校 及由中学至专上教育等 为提升幼小显接的效能 教育局与社会福利处、卫生处及医员管理局 却有资料传递记制 确保有特殊需要的学前儿童的评估资料及经浅报告 能适时传递给他们升读的小学 帮助教师及早识别和支援有关学生 教育局一直为公营普通学校提供额外资源、专业资源和教师培训 以协助学校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学习支援津贴是主要的额外资源 该项津贴是按学校每学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人数 小学亦包括城区烧训的学生 以及其所需的支援层级计算 由2019、20学年起 学习支援津贴推广至所有公营普通中、小学 并按需要为学校提供极限为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师的嫦娥教室职位 此外,学校还会按个别情况 获发有特殊教育需要非华语学生支援津贴 增补基金、加强支援津贴等 学校是按照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支援需要 整体和灵活的结合和运用校内的资源 聘请教师、教学助理和外购专业服务等 不求为学生提供适当的支援 在专业支援方面 教育局的专业人员会定期看访学校 就学校的政策、措施、教学策略 资源运用、加校合作等事宜提供专业意见 校本教育心理学家、校本言语治疗师和教育听理学家 会为学校提供个案评估、咨询及专业支援等服务 教育局为全港公营普通中小学提供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 以带领学生支援组 专责协助校长和副校长策划、统筹和推动全校参与模式融合教育 以进一步建构共荣文化和提升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成效 就融合教育的事宜 教育局为学校提供有关的通告、指引及单张等 此外,亦透过跨界别协作 因应不同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学习情况及需要 与搭专业校、研发评估工具和多元化的教学机缘套 供学校使用 此外,教育局亦因应不同类别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 发展实证维本的支援计划和服务 协助学校为学生提供更针对性的支援 由2007-08学年起 教育局为在职教师提供有系统的基础、高级及专题课程、三层课程 并订定培训目标 要求学校有系统的安排教师接受培训 以提升学校推行融合教育的成效 2021-22学年起 教育局开办晚上基础课程 让教师可以更有弹性地修读有关课程 掌握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基础知识和技巧 我们会持续检视特殊教育培训课程的推行情况 和学校达至培训目标的进展 以及应应融合教育的先进发展 修订有关课程或适时调整课程的修读模式及内容等 以配合教师的培训需要 此外 为促进专业交流以照顾不同需要的学生 每学年 教育局会不时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活动 内容专题讲座 研讨会 经验分享会和工作坊等 以会组织学校网络 学习圈等活动 分享照顾由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成功经验 并提供追星基训 教育局亦推行学校伙伴计划 邀请在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方面 拥有丰富经验的特殊学校 成为特殊学校即资源中心 为普通学校提供支援 并为有严重学习和吸引困难的 智障学生提供短期占读计划 从而协助普通学校掌握支援有关学生的技巧和策略 家长是推行融合教育的重要持分者 家长与学校的沟通与合作 对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起着关键的作用 教育局已将全销参与模式融合教育家长篇 及一系列有关培育有特殊教育需要子女的单张 上载至教育局网页 让家长加深了解他们在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子女方面的角色和技巧 家校合作方面 教育局要求学校是协力有系统的恒常沟通机制 家长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 并邀请家长就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策略和承销等提供意见 学校也需让家长窒息学校的支援措施 并做出适当的配合 以产生更加的支援效果 此外 学校也会持续推动和深化校园共荣文化的计划 以提高一般学生和家长 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认识 接拉和尊重 缔造和谐共荣的校园文化 教育局一直持续检视融合教育的推行情况 以及透过不同途径 听取业界和不同持续者的意见等 我们成立了融合教育工作小组 透过与学校界别 其他政府部门 费政府组织和家长组织的代表 举行定期会议 汇报有关融合教育的工作进展 以及听取他们对改善措施的意见 除了这正式的沟通平台外 我们亦与不同的学校议会 非政府机构和家长组织等保持联系 按需要做出会面交流 以期增进沟通 加强协作 展望未来 教育局为继续透过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 推广校本职员的良好措施 发展时针为本的职员策略 推动家校合作 及缔造和谐共荣的校园文化 推展融合教育 进一步提升本港融合教育的技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